哇这个 这个竖起来的样子 还是蛮糟糕的嘛 它是鞋子的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的一期灵动玩 我是灵度 大家应该都知道 地齐哥的这个表呢 就有半个地齐哥的力量 有一天呢 我就突发奇想 两个地齐哥的表不就是一个地齐哥的力量了吗 那如果四个五个呢 哇 这样想想 这个套娃骑士还是很强的嘛 所以呢 今天我就打算做这个套娃骑士的题材 做套娃骑士之前呢 这个表其实是要拆一点东西的 它是有一个防套啊 装置 正常的话是插不到底的 这个表和另一个表 看到没有 插不到底 所以说要把这个东西给拆了 拆了之后呢 就会变成这边这样 然后就可以地插到底了 很稳啊 现在呢 我们先来牛刀小试一下套两个娃 好奇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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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这个重量是非常的不平衡的 这边好重啊 试一下开个必杀 这一个 当然了 本期视频不可能这么简单就结束了 既然是套娃骑士 那么三个怎么可能够呢 接下来呢 我要亲自演示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套娃骑士 接下来 ah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竖起来的样子还是蛮糟糕的 它是鞋子的 这个应该才算是死亡的最终形态 你看多强 这里差不多有四个小名 开必杀应该也是按这个吧 爽啊 那么好的本期凌度磨玩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各位小伙伴对这种挑战的一些 还感兴趣的话呢 麻烦帮我点个赞 谢谢啊 有一说一啊 现在第七哥这个表也是蛮好玩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